老师好,那么在Notion你个人网站当然放你自己的图像最好,对不对 建议各位可以在PowerPoint做,因为PowerPoint大家都会 我先插入个圆形 插入图案圆形 按着Ctrl键拉出来应该是正义,哎呦,比例啦 按着Shift键,Shift键,Sorry 那老师,我拉完怎么变这个,对啦,拉完变这个没有关系 在格式标签,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来,我可以填纯色 周围假设我要大红色 来,再按着Ctrl键压着不放,拖曳,另外一个就出来了 按着Shift键,等比例,缩小一点点 做什么呢,这个我要把照片淋进来,怎么填 图案填满的地方,我可以填图片 来,我就从我的图片把它调进来 这是我自己的图片,放进来 放进来,老师,位置不好咧,按两下 在这里,点了它,呃,这边有做裁切功能 裁切 老师有看到裁切吗,哦,不是按两下,修正一下 裁切什么 点了图片,我在做什么 我在调位置 这是里面的,哦,这外色框是这个 那里面的框,这图片,老师看到我在做什么吗 调完,因为我觉得这样好 好,旁边点一下,这个再把它拉过来这里 哦,我刚拉的时候没有拉到等比例啊,所以人有点扭曲 那周围呢,按着Shift键再放大一点点 来,假设我加边线再加 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啊,这可以放进notion里面来哦 哦,那我就,时间关键不要慢慢调 我想跟你讲,做完要长这样 两个请你框起来的时候呢 框起来可以让它对齐 我刚比例没有调好 时间关键不做了,来 垂直至中跟水平至中就变这样了哦 做完就长这样 那记得把它按右键要做什么 群组化 好,群组化以后就像这样哦 按右键老师就可以另存成图片 那这边就加个名字吧 我放在图片区 就叫0lu2好了 来,那我们回到notion 老师notion我要加这个图片 我就可以点这里 就可以使用custom自己的图片 然后就upload在0图片这里 各位看一下哦 直接啊,我就把它传上去 那就上去了 这是我的客人网站放我图片哦 这样最好啊 是啊 所以你可以放自己的 好啊 是啊